包含台中市长林嘉隆 金发局长以及众多地方代表 大家来到乌日中山路三段 跟高铁东路旁的这处空地 因为这6.3公顷的土地 在市府的规划下将打造成副都心 变成以产业展览为主的会展中心 也把这个彰化能够结合进来 打造一个大渡西两岸的双子城 那未来的这个会议产业 产业会搭配包括物流 还有商务 以及休闲娱乐跟康建体验的产业 那这个是我们大乌日地区的市民 大家应应期盼 那今天终于跨出了第一步 针对乌日发展副都心 市府已经完成初步规划 将影进会议展览 搭配物流商务休闲娱乐 以及康建体验等五大产业 也跟高铁局洽谈并签订备忘录 未来通过高铁等交通连结 乌日渴望成为台湾的新中心 而目前会展中心预定地有一棵老树 地方也希望能够保留 并改善周边道路 避免复都心一旦完成 反而造成交通打结 因为这个大树真的是 人们在说像有一个神威 一个灵性在那里保护地区 那把它结合进去我们现在现代化的 这个设备建筑里面 我相信具有教育 还有历史性的这个意义 市府推出乌日复度新计划 跟水南一同发展成双会展中心 地方是乐观其成 现在带头跨出第一步 期盼吸引民间业者来投资 未来乌日的发展令人相当期待 节来秋风台中采访报道